你讲到临终十年 你每个念头 每个念头就看你落在哪里 那个叫临终 每个念头那叫一心 一心之中都有十个表象 叫十方 十方十位清清楚楚 一心之中一定有它的作用 清清楚楚 这一心之中你不能单讲一心 这所有的一心之中带着十方的那种气氛 你都要清楚 它这个时候设是不是设在这一句大觉 信体上 或是一个圣人的智慧里 你要是每个念头 每个念头歇数 都是在这个圣人的智慧里 叫临终十念 你这样必定往生 为什么必定往生 这一念终始就是圣人气氛 下一念生始就是圣人的智慧显现处 这有点类似儒家讲的 不知死焉之身 所以也像儒家讲的圣终追缘 你知道念念的终 你现在不守着那个临终十念 你等到往生的临终十念 有哪一个人在往生的时候能有那十念 他不是民意流就是干什么 能有那十念 甚至还有痛苦还有恐惧 哪有那十念 往生的时候不会有那十念 所以我常说要是释迦摩尼佛 若是说法 只说是世间众生 根本不可能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佛就叫打妄语 那十念怎么念 你天天那个念头 念头一定有生有灭 每一个宗时 那叫临终 你知道是佛号吗 假如念念终都是佛号 下一念起的就是 那在终就是生 下一念起的就是 诸佛圣人的气氛 那叫如染相忍 你这一念就是在 我希望睡着死 所以下一念就是恐惧 你这一念若是都已经落在佛号上 下一念就应该看到你 没有恐惧了 先不要说到不了西方 先可以看到你是不是临终 你每一念念头终 是不是在佛号上 他都不是 每一个的话语巨尾 都是都在委屈项里 所以你会发现 每一念起来的时候 你就觉得他讲话就很奇怪 你每一念起来的时候 你就要提问他 他那每一念都落在哪里 这叫临终 临终十年 所以那叫谁 那叫法杖比丘 法的四十八月 法杖是什么意思 你懂得这样子积聚 那每一个念头忠实的那十年 那是临终 这个终 其实我们家的生死 也在这一岔罗而已 只是我们只是拿这一席果报 太多的岔罗岔罗 你笼合在后面 你以为后面那才叫做中文 是的 我们家的往生 那一岔罗跟每一念 那段面岔罗是平等平等 一样的 你前面不认那个岔罗 所以最后到那分段生死 你也就在那个地方 也找不到在哪里临终 所以你懂得这样子 临终十年的话 这个叫什么 心中清清楚 那才叫法杖 法杖就是什么 你在法杖已经会为你积聚如是智慧 已经为杖有两种项 一个是积聚 一个是出场 出世 然后再开显如是作用 叫法杖 你现在法杖没求 不然为什么叫法杖四十八月 那你等到临终十月还叫法杖吗 临终十月 超短 终十文章